好 就在今天整理资料的时候 刚才跟蔡委员讲说 哎呀 如果没有早一点宣布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澳洲红酒 也带来到摄影棚里头 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就是 中国官宣了终止对澳洲的红酒 征收反请销税跟反补贴税 等于就是澳洲红酒这一关 等于是pass了 解禁了 蔡博士你怎么看 澳洲红酒为什么会被 大陆官方给抵制 道理很简单嘛 就是你的前任总理啊 莫里森啊 不晓得吃错药还怎么回事啊 竟然要走在美国人的 反中抗中的路线上面 今天喊这个 明天喊那个 这里抹黑中国 那里 都谎话连篇 结果啦 被选民给推倒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讲说 我对你这么好 那你是这样子污昧我 那我就找个办法 把你的红酒啦 葡萄酒啦 你的这个什么龙虾啦 你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产品 中国爱吃的 那我就都不进啦 反正你这样砸我的锅 对啊 要吃中国的饭还要砸中国的锅 那你就把你葡萄酒卖给美国好了 结果美国说我们加州红酒比你多 你不是傻眼的对不对 对 真的 澳洲回头了 澳洲的选民就把莫里森给推翻了 换上这个新的总理 新的总理就不断的修补 弥补啦 那这个又很诚恳的邀请我这个王毅啊 去这个澳洲走一趟 这个事情等于告一段落 证实一件事情 大陆啊 如果你是朋友 哎呀 哎呀 就买你酒 送上老酒啦 对对对 如果你是敌人 哎呀 那对不起啊 家里有东西准备好等你啊 所以大陆这个把这个是非对错 弄清楚就是对的啊 这个我是意在言外啊 大陆对某一个政党 有的时候好像是非还没有分得很清楚 没错 接下来可能就是龙虾了 对对对 还没解禁 好 接下来呢 中国大陆啊 除了呢我们先前去年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大外交 在干大事之外呢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拼经济啊 人民有饭吃啊 大家要赚钱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27号在北京 见了好多人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 习近平在北京啊 见了美国商界 还有战略学术界的代表 习近平先告诉大家 中国经济是健康 可持续的 而且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哦 欢迎来投资 他说虽然中美关系回不去 但是会有更好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 见到了荷兰首相吕特 讲的这番话 虽然是当着面讲给吕特听啦 但实际上呢 就是讲给美国听 习近平主席说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就算没有艾斯摩尔也没差啦 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进步 反对脱钩锻炼 我们先来听一段习主席文化 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全球化 或许遭遇逆风 但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炼是没有出路的 开放合作呢 应该是这个地球唯一的选择 所以不只讲给美国听 是讲给全世界听 那么其实荷兰首相吕特 我觉得他这番话 是不是也表达了他们的委屈呢 他说脱钩锻炼不是荷兰的选项 损害中国发展行动 也会伤及自身啊 但是啊习主席很不好意思 我后面有一个美国啊 蔡博士 吕特首相是性情中人 其实某种程度 他还帮了中国半导体业一点忙 美国人一再给他 很大很大的压力 美国人怎么对他施加压力 他又不欠美国了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能力掌控 他内阁很多的不同党派的成员 以及他的同党的这些成员 就是说你当首相啊 怎么整天得罪美国啊 所以而且美国能够掌控 荷兰内部的某一些舆论 包括媒体报纸 在荷兰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 某些中国的文章啊 记者啊主编啊 干这个事为什么 因为美国每一年花五亿美金 在全世界干这个事情 所以吕特首相当然会面带很大的压力 他也知道啊 荷兰哦 有一家企业啊 就像台湾有一个富国神山啊 叫台积电一样 荷兰有个企业 是荷兰的富国神山 这个富国神山叫菲利浦 哎 对啊 对耶 那菲利浦是谁 就是艾斯莫的母公司啊 是 很多都被骂连在一起啊 对对对 突然间没有连上 对 这个他有富国神山要养啊 要栽培啊 要保护啊 就像我们台湾想要保护 台积电的利益一样的道理 他做首相他怎么不知道 可是美国今天抽他说 哎这个台积电我有股份啊 真的美国在台积电有股份啊 艾斯莫有股份 在菲利浦也有股份 他整天跟你动动心动 那可是他一定把他拖啊拖啊拖啊 还拖拖跟中国讲说 哎你赶快下订单啊 所以去年一年 中国给艾斯莫下了全世界最大的订单 对 就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美国又压迫他说 那你那个维修的零组件 不可以卖给中国啦 维修人员不可以派给中国 因为美国知道 艾斯莫跟荷兰的派了 很多工程人员在中国大陆 负责帮忙这些 买了所有的这些光刻机啊 一些设备啊 售后服务也要给人家断掉 对啊断掉啊 现在美国这样子啊 他现在把他压着嘛 那压着他心里想说 我首相任期快到了 我干这个事情干嘛 哎呦是耶 所以至少他的首相任期快结束之前 他没有要竞选联任的啦 来跟习主席见个面 然后就跟这个习主席 这个说个哈喽 意思就是说 哎这个习老兄啊 这个都不错干的 对对对 习近平讲的话这也没有错 杀人凶手不住 习近平现在已经是很有底气了 就说现在即使没有艾斯莫尔 中国还是会继续进步 这句话是真的 这真的 因为现在艾斯莫尔的光刻机 中国该买的也买的差不多了 不能买的也买不到 但是我们目的不是在买光刻机 是要如何使得 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能够从现在的 普遍化的10奈米进展到7奈米 就没有问题了 如何进展到5奈米 那据了解现在也有所突破 华为跟中心 那至于能不能做到3奈米 当然目前看起来可行性不高 但是中国现在做的东西 不急得要3奈米的东西嘛 所以整体来讲 现在如果技术再突破的话 我认为3奈米未来也不是问题 所以虽然要护衍代价 但中国努力 中国讲的话是对 就是说习近平主席 这个好像有读过 那个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 这个全球的自由贸易 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 能够挡得住的 因为你要自由贸易 你就要开放 那你这个今天东限制西限制 纯粹就是打压中国来也好 但是你美国不是不等于地球 你美国虽然有很多盟友 你可以压迫你 你是盟族 你有很多的盟友 比如说荷兰啊日本啊 你可以压迫他们去 一起来修理中国 但是长久之际 这些国家会受到伤害啊 像艾斯蒙的股票为什么跌 不就是原因吗 去年涨 因为中国下了很多单 既然中国不能再下大单 那股票就跌了 所以说跟中国 这跟美国交朋友 其实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 今天老大叫你呢 这单生意不准做 你就不能做 所以中国现在拼经济呢 软硬兼施啊 所以呢这个复旦大学的院长呢 他也说啊 其实大陆希望什么 就是中美关系稳定嘛 也欢迎你美国企业啊 你要做生意的要赚钱的 欢迎你来大陆开展业务 中国是开大门走大陆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经济的部分 同时呢 全球经济预估啊 是3%的增长嘛 李强也在这个人民大会堂 也接见了世界银行的彭安杰 还有IMF的总裁格奥 耳机耶娃 见面之后呢 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他告诉大家 中国真的很棒 中国现在经济啊 2023年疫情之后 还增长超过5% 全球经济预估是3%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关键贡献者 所以这意思是不是代表 如果中国不好的话 全世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蔡博士可以这样解读吗 因为中国的GDP 占这个整个全世界20%啦 那你20%的部分不成长 那其他部分有谁成长 美国成长也不过2%3%嘛 那那个印度再成长 可是印度的体量 占整个全世界大概以目前来看 大概只有差不多3%左右而已 所以20%的体量的东西 成长比较重要 还是3%体长比较重要 当然是20啦 那当然嘛 这个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成长 是全世界GDP总和的成长量嘛 那你成长量 一个规模大的成长都比较重要 那日本成长也有限 那欧洲就更不用提啦 那欧洲 0点几是不是 那头痛啊 对 德国哀哀叫啊 那个英国也不怎么样 法国似乎好一点 那可是问题西班牙 意大利都不是很好 那东欧更惨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IMF总裁 这个位置真的也是不好坐 讲实话美国就会修理他 对 这很糟糕 我觉得有两个工作 一定要讲实话 因为很容易被揭穿 一个经济学家不能讲谎话 因为数字是客观的 你再讲再多谎话都没有用 那第二个是历史学家 为什么 你写历史要懂胡之笔 懂胡很多人不记得 翻一翻 Google一下 懂胡之笔 为什么懂 因为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不能骗人的吧 对 那你现在 IMF总裁记不记得 去年说 哎呀中国大陆经济成长 前年 前年讲去年说 中国大陆经济成长 有4个percent以上 被美国参中原一骂 马上调整 马上调整成3个percent 那到了 我当时我就公开骂他 绝对是5个percent以上 然后到了年底 他就高开调回5个percent 没错事实证明 今年他又有一点 说中国大陆要努力 可能这4年 我跟你打赌 一定5个percent 所以呢其实 哎蔡博士他本身就是 也是哎历史很在行 又是经济学家 没有啦 蔡博士讲真话 没有 因为我内经济史 没办法 哈哈哈 好现在呢 有一个问题来了 被你说中了 西方媒体怎么看呢 我们也不要说 那我们说西方的社群软体 好不好 以前的Twitter 现在的X平台 好世界银行的彭安杰 不是也见了李强吗 就网路上就开始 出现了这么一张图哦 这个呢 今天我在看这个环球时报的时候 我还看到他说 澄清 我想说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有网友在这个X平台 宣称说这个彭安杰 世界银行行长公开表示 中国有7.7亿人处于 极端贫困的状态 哇这么极端贫困的状态 这个GDP还可以增长5% 那也真的是神机了 不过呢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误导太太小了 应该把它放到最大 网友节群内容不完整 你听了前面没听后面 好他原话呢 全球大视野 我们也负责任的帮大家找出来了 来他讲的原话是 1978年 中国有这么样一个状况 但是中国现在呢 是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哦 中国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全球的贫穷率从44%下降到9% 再次证明创造就业机会 就是消除贫穷和发展繁荣 最可靠的途径 彭安杰也是经济学家 他是世界银行的行长 因为大概干这个位置 都是念经济学出身的了 对于这个彭安杰这番话 有人故意去头去尾乱讲一通 1978年是什么 就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多少 300块美金 300块美金 现在呢 现在1万5千块美金 各位 差几倍大家想一想看 那中国还好就是有邓小平 这些老金非常灵光的 他懂得不管黑猫白猫 能够养活老百姓的才是好猫 只有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 所以有时候有人家想说 你干嘛拍邓小平马屁 可是我不可否认 邓小平绝对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因为在那种贫困 坦白讲贫困又无知的环境里面 他独具慧言 排除众议 这个可以说排除万难 替中国打开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而且更难得的 又让政权相对的稳定 大部分搞改革开放都会陷入动乱 但是中国竟然避开了这么一个陷阱 我跟各位讲 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都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讲真的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 那你看看 这个人均GDP才300块美金 比印度少 当年1978年的印度多少 350块美金 对啊 那他是谁 彭安姐是印度人 你看那个帽子知道他印度人 他当然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贫穷率怎么计算 就是每一年 这个世界银行 他会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现在今年 全世界多是贫穷线 多少一天生活会 多少美金以下是贫穷线 他是每一年会调的 那最近几年调的不多 因为经济不好调的不多 他就说 中国在以前那个年代里面的 贫穷线以下的 有44%人口算算到7.7亿 那经过中国历代 这是从邓小平以后的努力 现在中国这方面降到9% 证实习近平的脱贫政策 是成功的嘛 对 那中国其实可以再继续努力 因为9%以下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希望到最后是0% 但是注意到 全世界没有0% 先讲清楚 全世界绝对没有中视 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贫穷的状况 还是会有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怎么回事呢 从他们的物产 今天呢 我在这个百度热搜上面 看到这一则消息 日本的这个烘焙的 这个就是秋刀鱼竿啦 里面居然有致癌物 这件事情 而且是超标40倍 那现在是被台湾的这个食药署 给销毁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哇 日元到底会跌到哪里去 深不见底 日币哦 现在已经是34年来兑换美元 最低水准 因为它破了150元嘛 对 这个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啦 日币这里是谷底 你们要买日币可以买 我公开宣称是这样 为什么这是短期现象 是 就是 你们到银行里面去啊 你们发现银行会有挂牌说 一个月的定期存款多少钱 三个月多少钱 半年多少 利息多少 利率 然后一年利息多少 在定期存款利率 为什么 就表示资金有短期有长期的 那现在是短期资金 这个抛弃日元改换美金 为什么短期资金要这么做 因为很多短期资金 他发现说 哎呦老天脸啊 我期待你啊 升息啊 幅度怎么这么小 我期待你升息说 我这边parking一个月 等到了这个你跟美国的利率差距 缩小的时候 我就把它换成长期的 因为一个月定期存款 变一年或变三年 结果呢 这个日本央行才一点点 而且美国利息又不降 所以差距还在 那我干嘛在等一个月呢 我就把原来一个月想要延长成半年了 我就顺顺便连半年都解除 我就换成美金去赚利息 这个是国际金融界 做这种操作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 都是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因为他们每一天有利息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一抛弃美元 美元就跌了 但是只有短期资金 如果长期资金也跑的话 绝对不只跌这么多 怎么会从149跌到150亿 不会的啦 已经很凶很重挫 所以虽然现在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 再加上最近因为人民币 大家会看人民币 亚洲地区就不是看人民币 就是看日元嘛 人民币每一天早上9点15分 就会公布今天成交的平均价 因为人民币是使用 半管制的一个汇率 他每天早上9点15分 公布平均的这个汇率 上下买卖不可以超过多少 超过就不准买卖 所以有些这些金融机构 他就很疲 超过去我不能够 用人民币换美金的话 我就用人民币去买日元 再卖日元来买美金 就落开 绕开人民币跟美金的市场 你知道吗 这样一动的话 人民币就一看怎么搞的 人民币对美元跌 可是日币跌得更凶 就是这种操作的现象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9点15分 就是东京时间就10点15分 所以你看看 日币市场上通常有变动 在10点15分以后发生的 今天早在博赛分析 真的太倒卧了 所以你自己看 每天看一定10点15分 你又再看到日币 比较大的幅度的变动 对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就来看看 是不是日币真的到底了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1 1 2 7 8